因为太年轻了 你在侮辱黄复兴党部的所有的成员 黄复兴党部是公共财业 这没有更老的 黄复兴党部这几个字 只是一个小小的家庭成员吗 他是国父侵害革命之后 什么同盟会中华革命党 后来成立国民党变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那个是120年的历史的一个政党 这封信 他不是给黄复兴党部的成员的 这封信是黄复兴党部主委戴伯特 他代表大家以一言堂的方式 公众出丑 公众表现 一个黄复兴党部领导成员的思想的低级 这才是我身为国民党 40年党龄的这位党员 我所代表的抗议之声 我不相信其他的国民党的党员 看了这种文字的处理 会认为这是他们的心声 就算是他们的心声 这种表达的方式叫做黄复兴党部吗 叫中华民国的上将吗 怪不得 郭冠英记得曾经跟徐家庆在同一个节目里面 批评台湾有些将军 有些军人很低级 今天这篇文章让我悲哀的是 我们中华民国训练出来的像戴伯特先生这种黄复兴领导阶层的用词用语文字结构都如此的不堪 如此的污秽 这才是我觉得伤心的地方 至于你们黄复兴党部的几个高级将你们吃香喝辣 把台湾当成是一个既得利益的宝地 把台湾当成是一个跳板 那是你们家的事 我们的黄复兴党部出身的外省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一百代 第一千代 在台湾都是台湾人 台湾是我们的故乡 是我们的血脉 所以黄复兴党部成员里面的这些年轻的世代 请你们站出来投票 投给一个不是国民党的政党 让这个黄复兴党部就在国民党崩坏之后 被全部铲除 全部改革 来来 胡将军 我想我们今天台湾社会最可悲的就是鸣嘴治国 只有鸣嘴讲的话才是真理 别人讲的话通通是废话 工商界说台湾现在有六缺 缺水 缺电 缺工 缺地 缺人才 最后一项叫缺德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 前几项是很容易解决的 最后一项是最难解决的事项 有人说要进入历史的灰烬 历史本来就是在不断的演进当中 也有人不断的在尝试错误当中 还有人在等着要做不分区立委 那很可惜民进党没有提名某人 当不分区立委 是吧 太可惜了 我是建议应该是赋予他更高的职位才对 是吧 他对民进党的贡献那么的高 那么的大 实在是太可惜了 你有点智商好不好 讲话 讲评论有点智商 后悔是没有要的 对 领导阶层 请有一般智商可以吗 六缺嘛 六缺 就是六缺好不好 六缺 后悔没有要的 这骂你啊 李明显 大家要去 我是请大家睁开眼睛 放开你的心胸 去真正的去了解一件事情 对 千万不要缺乏一个独立思考的判断 被某些人这样子通通去带着走 不错 刚才很多人也批评红纵丘案 红纵丘案是军中的绝大的痛 但是各位知道 全世界有哪几个国家 没有军事审判制度吗 美国 英国 法国 加拿大多有 唯有两个国家没有 一个国家叫日本 日本为什么没有 它没有军队 它叫自卫队 第二个国家叫德国 德国因为它战败 因为它战败 其他国家差不多都是 美国不民主吗 英国不民主吗 他们为什么不把军事审判 交到其他地方去 是因为你中华民 军事审判不公平 别人公平 太简单了吧 你把自己的军事审判毁掉 你还问自己的国家 我们毁掉 你不要说我们毁掉好不好 你们自己搞什么样子的军 自己在军事审判里面 包庇自己的军官 你去找出来哪一个门记吗 你现在讲这骂马英九 马英九我不反对 那你现在就讲马英九把它废掉了 马英九废掉了 是他绝大的错误 那就好好把他讲 你把主题讲出来 他跟着我讲 什么叫我们啊 是你们啊 你刚刚说要这个废军事制度 本来就是 是因为红仲求案件 不是你的成交吗 大家谢谢你啊 是我的成就的话 我非常感谢 那那很好啊 可是是马英九赞成 而且他要求 为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是因为你们这群军事制度里面包庇 情况不是什么 你把包庇的东西找出来 那个多有法治 军法不能够包庇任何人 如果可以包庇任何人 国家早就亡了 如果军中真正每一个都是红豆丘 台湾早就变成 我们都拿过来 不用钱 不不用管 那川光 下雨 这一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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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